文博會今年在臺南展出 九月一號已經閉幕 現在卻傳出一家三口 逛會場時 女兒遭廠商指控偷竊 為了自新主動拿出包包 讓對方檢查 最後也自證清白 但是當要求對方道歉時 得到的回應竟然是歡迎去檢舉 這家公司臉書 目前遭網友慣報 已經在社群公告道歉歧視 文博會在臺南開展時熱鬧滾滾 上個月三十一號這一天 由一家三口開心去逛攤位 卻在走出館場時 被一家參展廠商人員攔下 對方一口咬定 當事人的女兒拿了東西 他們一再否認 甚至主動打開包包自清 最後包包裡面只有兩張名片 其他什麼都沒有 終於還了當事人女兒的清白 一家人離開之後心裡還是過不去 當事人氣憤又難過PO文 我們沒拿就是沒拿 為什麼我的孩子要被你們當作小偷 現在沒找到卡測 是不是欠我們一個道歉 文創鼓掌的人員卻囂張地說歡迎去檢舉她 這起事件在網路上引發討論 搜包是否犯法 對於小女孩的遭遇也相當同情 這家公司已經向警方報案但卻沒有提告 事後在社群發出聲明向家長和小朋友致上最高歉意 也強調從未與小朋友有任何對話肢體接觸 更絕無強制搜身搜包以及質問小朋友的情勢發生 而是由家長主動打開包包 且無搜身舉動 然而再多的道歉 孩子幼小的心靈已經在這起事件當中受到傷害 記者楊文華談談報道